好同學 來看到2-3這個講義的立體 第一個題目 根號-12等於多少呢 根號-12等於多少 是不是可以寫成 根號12乘以根號-1 看前面不要看後面 我在巡邏的 看黑板 不是黑板 看前面投影的 好 這個等於多少 根號-12i是不是2根號-3i 這樣有沒有問題 就是你們的講義上面的 接著 i的15次方 是不是相當於 i的4次方連乘3個 再乘上i的3次方 那i的4次方是不是等於1 對不對 那最後是不是變成 i的3次方 就等於負i 這個有沒有問題 這個OK吧 我們現在測試已經初步成功了 到時候我們上課講的這些全部會PO上網 你們就可以自己到網站上的youtuber去找 看不懂 看不懂的話可以再重複來看 你只要youtuber上查兩個字就可以了 這兩個字是以前學生幫我弄的 這兩個字 這兩個字 這個 這個 因為 youtuber查這兩個字所有的影片 還有它是哪一張哪一集也需要的就有了 好 現在不行 好 第三個 1加i交到i的5次方 我們上次是不是有交到i的100次方 所以這個東西最後是你把它化檢之後 該消的消掉 欸 第一節課 有點精神 最後 就會變成1加i 是不是 那第四個題目 1 i加上2i平方加3i3次方 減4i4次方加5i的5次方 減6i的6次方 是不是可以把它寫成 化檢成 i 加上2 因為i的平方等於負1 那減掉3i因為i的3次方等於負i 那減掉4因為i的4次方等於1 那i的5次方等於i 就這樣子 全部給它 裂開 裂成一裂 再把它化檢之後是變成4加3i 所以這前四題 第一個例題就沒問題了吧 哇 寫這麼快啊 那 好 接著我們來看第二個例題 這幾個的公二負數 5加7i的公二負數是變成5減7i 這個很簡單對不對 負3i減2的公二負數就是變成 怎麼樣 先把它變成負2減3i 那負2減3i你就比較知道它的公二負數就負2加3i了嘛 是不是這個樣子 是不是這個樣子 第三個4的公二負數 4就等於4加0i 它的公二負數還是等於4 那第四個題目 那第四個題目3i的公二負數就是等於-3i 是不是這個樣子 馬同學看得到嗎 看得到 看得到齁 好我們看下一題 劃減下列各式 是我們剛剛的a加bi乘c加bi 這個給它劃開之後 是不是可以變成 10減8i加15i減12的i平方 對不對 那你再把個別再處理一次 最後是變成10減8i加15i i平方等於負1 所以減12的i平方就變成加12 最後變成22加7i 你這裏看得到吧 這個還ok吧 那看到第二個小題 1加1加8i的8次方 同學在這邊 這裡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題目 因為你遇到1加i的某次方的時候 我們先要讓你知道 你先知道1加i的平方 是不是可以寫成1加2i加i平方 那i的平方跟1是不是互相消掉 最後變成1加i整個的平方就等於2i了對不對 那你以後如果遇到1加i的幾次方 不管是幾十次方或幾次方 全部都要把它 想成跟1加i的平方相關的題目 這是在做這裡 一些基本的技巧 所以1加i的8次方 是不是相當於1加i平方整個的4次方 那2i整個的4次方 是不是等於2的4次方乘i的4次方就等於16對不對 哇 跳下去了 講太快了 我們把第三個例題講完再下課 還有兩個小題 好 第三個小題 2加i分之1-3i 是我剛剛講的 這種 他要你化解 一定要變成一個什麼 2加i的公二負數 當分母跟分子的另外一個 這樣子是不是可以讓他的分母 變成是一個時數 對不對 就變成2的平方-i的平方 分子就變2-i-6i加3i的平方 好 這樣子完之後再把它最後再做一次 化解之後就變成5分之 負1 減掉7i 對不對 那這個也可以說他是5分之負1加上5分之負7i 是不是這個樣子 好 好 再來 第三個題目的第四小題 3-4i分之7加2i 3加4i分之7-2i 好 1名2天是高三國一號考試時間 請高三同學 第一考試作為兩舊作 多子軟降 多天降 平時下 星空 手機機關機 主要警示 教室前後方 另外 請高一高二同學 再製作高三教室 提防 3C 多萬機 好 我們這題趕快 我們把它分母一樣的話 就通分嘛 因為3加4i跟3-4i是共2負數 所以一起乘在一起 再分子 個別再除以另外的分母 這樣乘起來 再加起來 最後 化開就變成這麼一長串 那 再小心的做就變成 最後就變成 25分之26 對不對 你們在做這邊的時候 你題目解的時候要小心一點 好啦 這樣就可以下課了 謝謝啦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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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